我去这关江王博士首家了 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这里有五个魅惑罐子打开了全是盲盒僵尸 不过盲盒僵尸不管是进家还是出场都会判定死亡 那既然判定死亡的话 待会他应该是会回来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吃掉五路的巷子回 然后在五路安排打公仔 哎看到没我的盲盒回来了 哎呦五路还有个气球僵尸 那这个气球僵尸岂不是无敌了 三路这个铁门僵尸 他也无敌了兄弟们 五路辣椒也炸了 糟糕 这怎么能变一个猫尾草呢 没事没事 咱们高坚果血量后过去应该是可以吃掉他的 啊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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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坚果好像在啃江王博士 他没有啃猫尾草啊 那咱们就去吃四路的僵尸葵 但是该死的江王博士把火球吐在了四路 那咱们四路的僵尸岂不是白给了 这五路的猫尾草真无敌了 兄弟们这把不好搞了 只能闯一闯四路 吃吃巷子鬼 哎冰车 哇但是冰车的血量太脆了 糟了 我还说冰车过去把猫尾草绿了 这波咱们就天秀了 哎呦 这关一时间找不到方法了 王和僵尸变了一个小偷 哎小偷好起来了 好起来了兄弟们 又变了血腔四兄弟 但这四兄弟没啥用啊 先把一路的箱子鬼给吃了 哎变了一个巨人僵尸 这下真好起来了 但这猫尾草的伤害我们实在是顶不住呀 这猫尾草又吃不掉 巨人僵尸也被土豆里给炸死了 怎么又在四路吐球啊 我不想打四路了 打五路吧兄弟们 五路看看能不能变一些特殊的僵尸 把猫尾草给干掉 有这个猫尾草在的话 咱们不可能扛得住伤害的 哎 好起来了 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阳光了 只能依靠五路这两个僵尸 把这姜王博士给打死了 但是就算打死姜王博士之后 我们还是没有阳光啊 当然最终姜王博士 肯定是会在五路放僵尸的 那咱们的盲盒 哦 变了一个巨人僵尸 但是铁桶还是在啃我们啊 那巨人意识 这游戏不就没了吧 开局这五个罐子里面的盲盒啊 把它打开好像还真没用 它从后面变身过来 那不是挨打吗 我估计啊 后期比较有用 哎 巨人僵尸 哎 这个位置丢小鬼 弯动射手打不到打的小鬼 这个位置的小鬼姜王博士放僵尸 也打不到咱们小鬼 哇 这个小鬼僵尸 无敌了 兄弟们 巨人僵尸死了 那咱们再放一个僵尸 吃四路的巷子葵呗 顺便还能获得一个打工仔 哎 我觉得四路 怎么变了一座大老花啊 坏了坏了 哎 没注意阳光 咱们没阳光了 兄弟们 早知道吃一路的巷子葵了 坏了坏了 哎 豪起来了 坏了坏了坏了 仙人掌 别别别 大火气球 好了好了好了 又豪起来了兄弟们 仙人掌被咱们气球给打死了 那这样一来 咱们这个气球是不是也无敌了 在空中吃僵王 好像没有任何僵尸可以打到我们 啊 好吧 咱们这个小鬼僵尸和气球僵尸啊 除非僵王跺脚 不然的话 他是打不到我们的 哎 冰车 不过这冰车 被大死瓜一口吞了 不过这个铁门辣僵 哎呦 机枪射手遇到对手了 兄弟们 哎呦 这怎么能出一个魅惑菇呢 那咱们的辣椒可惜了 现在我们去吃二路的巷子葵吧 来吧 两个僵尸帮忙测板 哎呦 冰车僵尸冲过去全部都绿了 这是冰车僵尸的血量太少了 哎 矿工僵尸 机枪僵尸漂亮 我去全是有用的僵尸啊 这出了一个南瓜头 咱们即将射手僵尸可惜了 而且这个矿工僵尸绕后的话 二路好像是有一个双头射手的 这样吧 咱们还是等气球僵尸和小鬼僵尸 先把僵王博士给干掉再说 不过僵王博士呢也不是吃素的 哎呀 这一脚把我小鬼僵尸给踩没了 还好啊 咱们一路还有一个无敌的气球 只要他不往一路跺脚 那咱们气球依旧无敌 最终啊 在咱们气球僵尸 不懈努力的情况下 终于干掉了僵王博士 甚至呢还能把一路的脑子给吃了 现在我看看啊 二路不太好搞啊 三路也不好搞啊 我去四路还有大老花 那现在最最好打的应该就是五路了 来呗 直接开搞呗 五路好打 二三四路怎么办呢 而且四路还有一只大老花 樱桃 没事 哎 我去 啊 三连炸什么情况 现在没办法 只能攻二路了 哎呦 这个橙杆可太漂亮了 我感觉咱们二路多放了一个王盒 有点可惜 浪费了七十五阳光 现在的话咱们打三路四路都得打呀 没办法 哎 五王盲盒可还行 不过五王盲盒召唤的半五僵尸 应该是扛不住豌豆射手的 那这个大老花咱们依旧无法突破 哼 还得是机枪射手什么大老花 哎呦 这把打起来太舒服了 这样一来直接把四五路都给干掉了 现在咱们五百也一十五阳光 直接攻三路了 公的吧 现在对面就一个高尖果肉猬火菇 他拿什么火玩来说的吗 直接冲了 摸 Hani之后 带我上去 感谢观看